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萨达姆并没有因死亡就低下自己的头 仍然保持着国家元首的姿态 在面临法官审判时 他留下了这样一个预言 没有我 伊拉克将一文不止 此时的伊拉克人民正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对萨达姆的这种说法纷纷嘲笑不迭 在他们看来 有了美国的帮助 伊拉克一定会越来越好 其实 美军能这么快将萨达姆推翻 绝对是离不开伊拉克人民的大力支持 但伊拉克人民没有想到的是 萨达姆死后 美军承诺的更好生活并没有兑现 伊拉克的现状 反而比萨达姆在时还要糟糕 没有了萨达姆为伊拉克保驾护航 外人更加肆无忌惮 在伊拉克这片土地上狂欢 伊拉克战争中 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很多孩子在战争中无辜身亡 原本繁华的城镇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伊拉克更是背负了一大笔的债务 穷得想叮当 如今 令人痛恨的人消失后 人们却开始后悔了 萨达姆虽然好战 但是在任期间伊拉克国内是不会出现战乱的 人民的生活也还算比较富足 不像现在这样流离失俗 吃不上饭 可以说在治理国家安定这一方面 萨达姆还是很有经验的 前段时间 有报道称 萨达姆唯一幸存的孙子 准备向美国方面 要回爷爷萨达姆的骨灰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 这一举动居然受到了举国 人民的大力支持 真不知道在天上知道 伊拉克人民对自己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快 萨达姆会有何感受 俗话说 没有国就没有家 人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猛然醒悟 可是事实上没有后悔啊 当伊拉克人民知道后悔的时候 一切已经离他们远去 留下的就只有怀念和忍受战争带来的痛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